因為國民黨國政院警發表會之後的第一份民調 總統無論是對韓國人郭台銘或者是沙喀都都是領先的 總統主席 民調這個東西都是持續觀察 不同的機構做的民調會有不同的面向 我們還是持續的把工作做好 把國政做好 讓人民有感 就是我們整個團隊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那像今天的地方的回照建設 協議建設網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看到了我們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緊密合作 是一個非常好的歡迎 最近真的有上揚 然後未來總統接下來就要出訪 然後最近也接受外交記者的訪問 是不是未來選戰可以打這個外交談 外交是總統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我們一年都有兩次的出訪 來鞏固我們跟邦交國的關係 這幾年來很多的邦交國在很多國際的場面 都聽臺灣發聲 讓臺灣的聲音可以在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可以聽得到 那邦交國來了是非常重要的事件 那沒有例外的 我今年下半年也必須出訪 來去跟我們邦交國接線追蹤 鞏固我們的友誼 也看一下我們還有很多的 有哪些合作計劃 在互分析的技術上 我們應該進行更多的有利於雙邊關係的行動計劃 對 關於軍購的事情 我們現在在美國政府進行考量的 總共有兩個主要項目 一個是MMA-2 還有一些飛彈的採購 另外一個就是F-16E的先進飛機的採購 那這兩項的軍購案 現在都在美國的政府行政部門的作業當中 也在西藍省委員會國會 那我們也希望 就是說這兩項重要的軍購 都能夠按照期程來完成 那到現在為止 我們看到的都是按照正常的程序 跟時序再進行這兩項才會在案的行動 我們要不要把你拍照 在剛才進行這兩項才會 確實在是 我們不然關照地 得到 一個人會 去掉 我們也是 封印的 去掉